上一集Sora和利库成功解放7个层面剑屑 以艳西斗老师察觉Sora他们可能已经遭遇危机 先把利亚送往过去的时间点 与梅林和妖精三人组接受Keyblade修行 米奇也赶去Mastazia Noto他们可能会聚集的地方 仿佛有着前所未见的巨大威胁即将来临 Sora来到不存在的世界 本来解放完7个剑屑的她 正常应该会回到不时宜之塔 结果没有 也只能带着疑问继续前进 马上就遭受从远处过来的攻击 攻击她的人 正是在二代已经被消灭的Xikubaru 她已经忍不住告诉Sora计划的一部分 Sora之所以会到这里 就是他们在搞的鬼 早在一开始 就已经确定Sora他们会和茶色袍见面 而且还能确定她一定会再回到那个时间点的命运之岛 所有的计划就从那个时间点开始了 不过Xikubaru的话只有讲到一半 就对Sora的周围射出12发子弹 从子弹的标记中出现12位黑衣人 并强迫Sora进入睡眠 Sora以第一人称视角看到之前的命运之岛发生的事情 看到茶色袍跟穿着背心的男子正在交谈 这可能是距离一代好几十年前的时间点 茶色袍利用时间移动的能力 从未来跑到这时间点 把时间移动的能力传给这一位男子 就是七年时期的Zianote 还没开始Keyblade休息 茶色袍要她把不同时间点的分身 聚集在MasterZianote复活的时间点 不过坦白一点来说 目标可能就是利用图案中这种传送门 透过这种传送门把人从过去传到未来 并凑齐13个暗之容器 直入Zianote的心 得到13个纯粹之暗 同时也是相对于光之守护者的身份 暗之探求者 而第一次使用时间移动能力有四个条件 其一必须要舍弃身体或是在没有身体的状态 其二只能选择一个时间方向移动 如果往过去移动 那始终只能往更过去的时间点使用时间移动 其三不能移动到自己还不存在的时间点 至于Hardless跟Nobody怎么算我也不知道 其四回到过去所做的事情 不会影响从未来使用时间移动的时间点 从未来到过去这期间已经发生的事情 所以又根据之前的电玩攻略本的采访 应该是这一本吧 茶色袍的时间移动是Mastasia Noto给的 但我不理解的是 茶色袍是Mastasia Noto的Hardless 两者应该在任何时间都无法共存 然而采访距离三代的时间有点久了 可能剧情又有点改变 所以我自己是仅当参考而已 我自己觉得合理一点的解释是另外一种 当然也可能是错的 就当听个爽的就好了 或许是Mastasia Noto本来就会时间移动 时间移动是一种具有条件的魔法 因此成为Hardless之下意外保留自我意识 而Zemnas具有原本的记忆 那就代表Mastasia Noto之前没有完全失去记忆 所以Mastasia Noto成为Hardless跟Nobody之后 Hardless的他符合使用条件 在Solar他们这次考试时才回到过去的时间点 并赋予青年时期的他时间移动这个能力 而茶色袍无法去到未来 就一直在命运之岛等待 时空悖论的关系 只要Solar开始考试 茶色袍一定会出现在考试的时间点 他就能进行计划的下一步 所以讲回来Solar看到这些的画面 对青年者 Noto 来说 只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发生的记事感 极为无限轮回 在后面一点的剧情就会知道为什么会产生无限轮回 Solar也在知道这些事情的情况下昏睡过去 就换到Liku继续行动 Liku直接抵达13机关的内部 最终找到沉睡的Solar 却突然产生具有梦魇标志的黑衣人 打倒他之后 他心中的Ansem把他拉进黑暗之中 Ansem才让Liku知道 从交叉症开始 Liku一直都在Solar的噩梦当中 而Liku扮演的角色就是好的Dolimu Ita 所以Liku背上才有着Dolimu Ita的标志 打败Ansem Liku才回到现实世界 然而在Liku打败Solar的梦魇之后 就换回Solar行动 还变成穿着二代的服装 并看到过去与他有关的人 Naminet 西洋 Loksas都在试着唤醒他 还会听到Liku的呼唤 现在的他正处于自己的梦之世界吧 剪进一小段路 就会进入大团聚的剧情 梦中的凯里跟Liku 短时间化为前传主角们 三人仿佛久违而短暂的相聚 但也没说什么就转身离去 谁呢? Ben Ben 欸? 啊? 什麼? Sora在追逐他們的鏡頭 看到自己曾在小時候遇見Aqua的事情 後來Sigubaru跟Zemnas都跑出來 剛才Sora看到的那些人物 就是他們要刻意讓Sora看到的 Zemnas順勢提到Nobody他們可以靠著記憶的累積 進而擁有情感而產生心 Zemnas才說Nobody沒心只是騙他們的謊言而已 當初成立13機關完成王國之心 真正的目的是讓他們得到心並成為Zeyanoto 而種種原因 二代的13機關所有成員無法達到Zemnas的目的 這次計畫將會成立新的13機關 也就是三代的真13機關 Sigubaru也告訴Sora他之所以能用Keyblade 都要拜他體內另外一個人的心前傳主角菲恩圖斯所賜 最後Sora也開大絕表示自己的力量 那就是Keyblade的力量 Keyblade 這就是我的力量 打敗Zemnas Sora的意識越來越模糊 青年Zeyanoto再次出現 他總是能掌握Sora的行蹤 因為他在Sora的這件衣服上標記一端之印 X的符號 他也預告他按照時間移動所留下類似機勢感的痕跡做事 所有的暗之容器將會穿越傳送門在此聚集 Sora就是他所挑選的成為Zeyanoto的第13個容器 不過他也講出來 這裡是他所知道的痕跡當中是最遠的地方了 在之後的事情都是不確定的 不久他將會回到他原本得到時間移動的時間點 就忘記這裡所發生過的事情 僅留下印象 Sora就這樣坐在13機關的椅子上 意識已墮入黑暗之中 然而因為Sora心中有菲恩圖斯的心 會有一道光追著他 讓Sora穿上可以不被黑暗侵蝕的盔甲來保護他 換到Likku繼續行動 走到盡頭 Likku依靠朵利木伊塔的力量進去13機關的根據地 不過問題來了 為什麼本來只應該存在於層面世界的朵利木伊塔 怎麼會出現在現實世界呢 這邊據說Sora可能還沒醒來所導致的緣故 Likku扮演朵利木伊塔的角色 所以還能使用這股力量吧 Sora跟Likku的狀態 需要回到伊燕西豆老師身邊才能變回來 最後Likku抵達他們開會的地方 要去拯救沉睡的Sora 卻被青年Zayahnoto打飛 並告訴他Sora被選為Zayahnoto之一的容器 原本是Loxas 但是他過多的自我導致回去Sora裡面 接著來自各個時間點的黑衣人都在此聚集 青年Zayahnoto的目的 就是聚集所有被選上成為Zayahnoto的容器 當初二代的13機關也是一樣的目的 完成王國之星成為完全的存在只是騙人的 Nobody本來可以依靠感情萌生出星 完成王國之星只是讓他們得到星 再植入Zayahnoto的一部分的星 成為Zayahnoto 這年頭連伊燕西豆老師當初在二代說的話都不能信了 說明完一切 Mastar Zayahnoto也快復活的時候 突然有人施放最高等級的時間暫停數 沒錯 就是米奇 米奇又怎麼來的 因為他是米奇 所以他就是能來 他施放時間暫停的關係 只剩他跟Liku可以行動 本來應該不能動的青年Zayahnoto打飛米奇 還拿出Mastar Zayahnoto的Kibledo 在青年期的他其實並未受過Kibledo的繼承儀式 可能他早就是Mastar Zayahnoto的一部分 米奇有察覺到這件事情 Mastar Zayahnoto把Liku帶到另外一個空間跟他決戰 打倒他 時間暫停結束 Mastar Zayahnoto也正式復活 而且這時間點 已經是他所知道一切會發生的事情中最遠的時間點了 然後他可能不小心吃到誠實豆沙包 開始講他的計畫 他所追求的王國之星 是有別於一代跟二代不一樣的王國之星 被稱為真正的王國之星 同時也被Kibledo所守護著 一代的王國之星是集結世界之星的王國之星 二代是聚集人之星的王國之星 二代的功能已經有被解釋過 而通往真正的王國之星的門 一旦被Kibledo解開 這個人似乎就能創造新世界 掌握所有人的心與所有世界 簡單說應該就是成為新世界的神吧 而米奇也在約11年前親身經歷與Mastar Zayahnoto的戰爭 雖然當時成功阻止Mastar Zayahnoto的計畫 但最後也讓米奇失去三位朋友 因此沒有讓Kibledo打開通往真正的王國之星的門 Kibledo也被破壞 真正的王國之星也就消失 從未出現過 後來Zayahnoto告訴 梅飛色有關光之七公主的事情 真正的用意是利用他來尋找光之七公主 因為他們身上有純粹之光 同時自己也在尋找能夠注入純粹之暗的十三容器 所以搞了這些就是為了完成Kibledo 然而根據前傳的遊戲演出 Kibledo一旦完成 真正的王國之星就會出現 然而光之七公主似乎還有所謂對應的七位光之守護者 意義可能是七公主的監護人吧 不許到三代就也知道用意 最後就在Mastar Zayahnoto正要把他的心植入Sorati內的時候 利亞及時趕到現場並救走Sora Ciccobaru反而很緊張的說 似乎他們有時間制約的關係而不能待太久 一定時間後各自會回到原本的時代 這也是夢將生出沒說太清楚的地方 接著一位拿大劍的黑衣人去攻擊利亞 而利亞叫他Aiza 就是Cycus原本的名字 但也無法因此確定他就是Aiza 也有人猜測可能有些成員回歸本體之後 再度自統而成為Nobody也不一定 不過根據三代預告片 我覺得就是回歸本人的機率比較大一點 總之雙方陷入僵局 湯老鴨跟高飛成為救星 真實三機關因為時間的關係各自回去 青年Zeya Noto因為成為Master Zeya Noto的一部分 又回到原本的時代 就會產生先前提到的無限輪迴 所以Zeya Noto的經歷就是 Sora進行考試 必定發生茶色跑回到過去把時間移動給青年Zeya Noto 青年Zeya Noto在前傳說是不賴顧做事 再來Zeya Noto利用時間移動集合容器 在夢將深處得到Master Zeya Noto一部分 回到原本的時間點 按照印象做事經歷前傳一代二代的故事 在一代之前因為研究產生自己的Hardless跟Nobody 直到夢將深處復活 再把新植入給下一個青年Zeya Noto 因此他之後的行動 都是按照這一段若有事物的感覺來行動 最後Liku等人也順利回到不思一之塔 Sora依舊沉睡當中 利用盈恩西斗大師做出來的傳送門 Liku進去Sora的覺醒之園 和保護Sora而成為夢魘的盔甲戰鬥 打倒她並解放劍穴 進入Sora的精神世界 抵達跟命運之島一樣的場所 這時候會遇到三個人提問 並且正確回答他們的問題 何人會怕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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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最重要的朋友 你怎么会发生的呢? 你怎么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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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要发生的? 我再次问你 我想回头发生的东西 接著Liku撿到屏中信 數據化的正牌AMSAM就會出現 他把自己跟研究資料都數據化 並藏於SOLA的精神世界裡 可能就是編碼所提到的 正牌AMSAM不說出來的秘密吧 然屏中信當中的資料 或許會在三代的時候幫到他們 兩人就開始閒聊有關SOLA的事情 SOLA本身個性就是個樂天派 所以他總是保有那份純真的童心 天真無邪 只要SOLA依照自己的心意繼續行動著 或許對他想要拯救的人 或是已經存在他體內的人來說 是最好的前進道路 算是在暗喻人們在成長的過程中 總是會失去最純真的童心 SOLA這樣的角色可能算是想要讓玩家在遊戲中 短暫換回那份新的角色吧 SOLA的行動一直以來算是代表 王國之星這系列想要傳遞的精神 王國之星一代算最具有這系列做想要表達的精神吧 最後Liku對鑰匙孔射出光芒 回到光之世界 不過二代消失的正牌Ansem 其實身處在暗之世界當中 夢中降生前傳還會再次登場 大家早就慶祝SOLA的歸來在開派對 Diku這次不僅完成考試 還成功拯救SOLA 被以燕西豆老師認定為Keyblade Master Lia這次來幫忙之外 她是來學習如何使用Keyblade 而Keyblade除了繼承 若心之力夠強大似乎也能自己產生Keyblade 結果她在不存在世界幫忙的時候 也沒讓Keyblade局限化 所以正當她無奈的拿出武器時 可是還沒出現 我想起終於可以再出現 喔 Keyblade 數日後 以燕西豆老師和米奇討論 Jaynoto之後的可能目標與動向 認為MasterJaynoto一定會鎖定七公主 為了得到七個純粹之光 與她的13個純粹之案來做出Keyblade 目前光之守護者確定有 米奇、Liku、SOLA 还有三位下落不明的前传主角也算在内 但是不确定三代他们是否都会回来 所以因此可能还会有变更 最后一位在二代偷拿Kibledo的女生 凯莉 目前来说有四位活着的光之守护者 这就是梦将生出的隐藏剧情 然而米奇知道Kibledo Master Aqua还在暗知世界 米奇决定要和Liquich去救她 便是他们在三代所要做的事情 至于为什么Aqua会在暗知世界 前传的主角之意 菲恩图斯的心为何又会在Sola体内 Liquich跟Kairi又是如何继承前传主角们的意志 前传主角们和Zanot发生什么样的战斗 三人都下落不明 还有二代提到觉醒之间与成眠之间 以及忘却之城这些的由来 都会再做会个篇章 梦中将生会提到 不过目前第十集已经是最近才完成 下次更新可能需要几个礼拜之后吧 会早一个礼拜把剩下完成的都上传 梦中将生比起梦将生出 算是好懂又精彩很多的故事 预计在二月期间把它全部完成 还请拭目以待 我们下次见